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艺节目 观光几乎是现代人理所当然的休闲娱乐 观光的风行已经使得各国普遍将它视为明星产业 台湾开始有观光的概念是从日治时期开始的 尤其1908年西部纵贯铁路开通 加上星期天实施休假制度 更催化了人们的休闲观光行为 1937年总督府铁道部还特别设置了观光系 负责推动观光事业 由于日治时期留下不为丰富的史料和影像 那么这一集的台湾演艺 我们特地搜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产 来呈现当时的观光太阳 这是1930年代台湾总督府介绍台湾的影像记录 一对男女站在甲板上 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神情 他们从日本神户出发 经过三四天的航程抵达基隆港 随即展开在台湾的观光之旅 观光是伴随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享乐活动 最早是由一名英国传教士 安排500多名教友搭火车到外地旅游 观光在历史上是1845年 才由Thomas Cook他创立了旅行社 去帮大家买票 然后帮大家订旅馆 所以使得要出去玩的人 他不用再花脑筋 花力气 花脚力 他就可以搭上火车 然后就可以买好票 我们就出去玩了 那观光这个字就是这种享乐 然后不需要痛苦 愉快的就可以完成历史的 西元1926年 日本进入昭和元年 国内经济蓬勃发展 兴起了到殖民地观光 享乐的风潮 朝鲜 台湾都是他们的目标 大正时代有大正民主 大正民主表示大家喜欢争取民主自由 喜欢争抗争 但是到了昭和一切成品了 所以一直到战争之前 昭和时代的日本人 其实相当的富裕 当人富裕到某个程度 他会觉得日常生活没有办法满足他 一定会往外跑 开始有一些喜欢藏鲜的人 就会往海外去 那时候的海外不是国外 那时候的海外是植迷地 不过要玩也要有其他的条件配合 其中完善的交通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不但可以扩大人们的旅游范围 更可以省下宝贵的时间 1908年 那时候是很困难的事情 最后方便的是这个车 所以对人到北方也要差不多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 整款退路通车之后 所以比如说方便 在帮车 台北才6点开的帮车 中途到台中了 到晚上7点外 就可以到达到现在的高雄 所以来回一座14点钟就到了 我们现在觉得这14点钟 是很久的事情 但是对那时候来说 基本上就是划时代的意义 那就是台湾第一次的空间革命 除了空间革命 时间制度也可以促进观光 过去台湾民众只有在过年 或是庙会期间 才有比较长的休息时间 日治时期 台湾总督府开始推行新式时间 规定星期日为休息日 让工作与休息被清除 且规律的划分 享受星期六下午跟星期间一整天 这样的一个规律 是一个能够有休闲活动 甚至是观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过去没有这样子一个空白的时段 现在有这空白时段 所以大家就会想 那这个空白时段我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就开始帮有规划 为了行销台湾 1930年代 铁道部还在运输客底下 设置了观光系 他们定期发行台湾铁道旅游案内 相当于现在的旅游指南 不但介绍台湾哪里好玩 也提供交通旅馆等资讯 它里面会附上一些内台航路的传奇 告诉民众说 他如果想要来台湾旅游 他可以从神户或从下关 搭买几点几分发车的火车 再转由那台航路到了台湾来 然后到台湾民众如果要去阿里山看神木 或者是他可能要到基隆的海水浴场 那到了当地之后他又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的 然后交通费是多少钱 当地有时有时哪些旅馆这些资讯 而日本民间也有专门介绍台湾的出版品 那当时有一个叫做台湾画报这样子的一个出版品 它的每一期的封面都是用一个台湾特色的物产 或者是台湾特色的风景的木瓜 啪啪雅 或者是甘蔗 或者是凤梨 或者是阿里山的神木 或者是小火车 或者是我们会看到战道 特别强调台湾是一个中年如下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这个很显然就是跟日本本国有不一样的风情 所以他希望能够让日本人能够来台湾观光 当时火车车厢分为三个等级 不同的射精实力有不同的消费模式 一顶当然就是那个大汗 因为说很有钱的那种大好野人 那太有点小 一顶有碰意哦 所以说一顶小 一顶枪挂你手末一顶 白云里边坐着阳台 坐着观景台 所以你只能够看风景 他上车的椅子柔软 有柔和薄 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的坐 台湾铁楼那时候人客百分之九十以上 其实都坐三顶枪啦 三顶枪那时候都差着的嘛 连椅子里边的椅子也是都差着的 日治时期除了日本人也有少数的欧美国家商人或学者会来台观光 至于台湾民众呢 能四处游玩的多半是有钱有闲的人 不管是外来客还是本地客 大家必定造访的城市就是台北市 当时最高统治机关 台湾总督府以及许多商业行号都设在这 另外来到台北许多游客也一定要走一趟淡水线铁道 从台北延伸到淡水的这一段的路线 那也就是今天大概是台北捷运的淡水线这个路线的前身 1901年铁道它新建的目的其实为了运送货物 可是慢慢的随着这个我们整个新旗制度 然后新式时间的引路之后呢 台北或整个台湾开始形成了一个假日外出游气 就是星期天出去玩这样子的一个旅游风情 淡水线铁道一共有12个车站 其中原山站出入的游客最多 这附近除了有台湾神社 孔庙 原山公园之外 还有一个大小朋友都爱 拥有超高人气的原山动物园 这个动物园它在1914年的时候除了是台湾第一座动物园 它也是日本的五大动物园之一 它就透过当时的台湾日新报去报道说 在开远第一天会有这个老虎喂食秀 那是用那个活的鸡来喂老虎 当时开往原山站的那个火车 也经常可以看到就是经常爆满这样子的现象 除了原山站 观光客必有的景点还有北投站 北投是北台湾知名的温泉区 一开始是供日本商兵疗养 后来开发成商业用途 人们将身体浸泡在暖呼呼的温泉池中 全身感到通体舒畅 泡汤的人潮越来越多 由于车站到温泉区还有一小段距离 铁道部决定从北投站在新台坯一条铁路 并设置车站取名为新北投站 在北投到新北投这段差不多1.2公里而已 早期那种名字有叫做玉汤县市 因为就是很麻烦 你说这条路线就是用泡温线 夏天 下午了都看月娘那枝顶顶顶 寻思作队 为了要接送这些客人 他就开那些纳凉列车 纳凉列车那些就是特别印一种车票 那些车票的票益也是特别刺 有点来过去有点出钱 东西高女大家来新北投在那里出 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伴手礼 一个叫做丘比 它有点像是麻糬子 这样子类型的这种和果子 那是日本人 对日本人来讲是一个很家常的典型 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运用这个温泉管线的 原本是应该要废弃的一些那个硫磺的残渣 然后收集起来 可以把它变成是那个肥皂 或者是把它拿回去 可以放在水里面在家泡糖的这种鲁浴剂 日本人除了带来温泉文化 也引进海水浴场的观念 早期在基隆 淡水 安平 西子湾等地 都有新建海水浴场 炎炎夏日跳进沁凉的海水中 是民众消暑的最佳去处 台湾人因为很怕水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在游泳 我们在游泳可能都是狗爬式这种方式 但日本来了之后 他就开始希望学生可以学习很多的 跟游泳相关的知识 可是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有游泳池 那没有游泳池怎么办呢 他可能第一个就是到公游的一个游泳池 第二个就是到海水浴场 去教导相关的一些游泳 在1930年代在推观光的时候呢 基本上有非常多的海水浴场 这个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 那个交接的时候的那种医疗知识的发展 有关心 在日本他们会觉得 做海水浴场跟海水 那个缘分很快消毒那种感觉 或者是你到海水浴场阳光啊 他们觉得对身体是好的 所以就会鼓励大家到海水浴场去 日治时期 还有一种观光形态就是校外教学 当天来回的叫做远竹 两天以上在外过夜的称为休业旅行 透过到全台各地的参访活动 除了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之外 统治者其实也想借此展现殖民成果 当然各地的神社都会有 从在台北的台湾神社台中神社 台中的话呢又会加上台中公园 再往南呢到嘉义会有制裁所 就是木材的那个制裁所 还有当然很特别的叫北回归线标 近代产业 特别是工业化的产业 相对于当时台湾是一个农业社会 所以那种产业会对学生有很大的一个启发 1920年代的台湾日日新报 看出了来自台中州 班同教育所学生 在参观完台北第一高女 和原山动物园后的心得 他们流露出对异文化的不解与惊讶 然后看到这些女学生 他们想到的不是殖民政府 他所要传达的事 女性他其实有受教权 其实他们看到的是说 为什么这些女学生年纪这么大 还不结婚 为什么还在这里面说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他们来参观动物园 看到大象 看到他长长的鼻子 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是他的脚吗 怎么会有一只脚长长的 后来在老师的解说之下 才知道 这个长长的东西是他的鼻子 然后他们听到 竟然是鼻子 怎么会这么奇怪 他们对这样子的一个动物 并不是感到新奇 就是感到太可怕 怎么会有东西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1927年台湾举办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票选活动 要从近三亿六千万张选票中 选出台湾八景 最后哪几处风景名胜 能挤进前八强呢 台湾从南到北 具有特色的风景名胜不少 哪一处最能够代表台湾呢 是阿里山 泰鲁阁 还是日月潭呢 事实上早在1927年 台湾就有一家报社 就曾举办过一场 台湾八景的票选活动 当时收到全台各地的民众投票 数量高达三亿六千万张 相当的惊人 结果在日治时期 阿里山泰鲁阁和日月潭 这三个地点就都入选了 这也显示 日治时期的宣传手法 和各地动员造势的声量 一点都不输给现代 陈黄是城市的守护神 在台北大稻城的狭海城隍庙 每到农历五月十三号 城隍爷生日前后 都会举办盛大的祭典 和绕境活动 各式镇头齐聚 民众夹到处有 日治时期 铁道部看准了全台 静香团观光的商机 推出了促销活动 这个宗教力量 让大家愿意这样子 一步几天去走 这个是在清朝的时候 进了日本时代一个最大的不同 是因为有宗观铁路 所以宗观铁路在1908年 全线通测之后 这个让全台湾各地方的 这种分岭的庙 要回主庙进香 变得容易有过 所以我们会看到 台北的小海城堂庙 那如果是在云岭北港的天空 那个的进香 通常在那个进香行 这种十万人 大概是很基本的 那铁道部呢 也会跟着来发行 那种优惠套票 台湾丰富的自然和物产风貌 向来是日本殖民统治者 极为看重的资产 1927年6月 台湾日日新报社 举办了台湾八景票选活动 过去清代也曾由官方 选定台湾八景 但主要集中在台南地区 而这次改由民众票选 将景点写在官制明信片上 再投送到报社 而报社每天也会公布 最新的得票数 各州呢都会有 各种不同的宣传活动 例如说像脚板山 的原住民的儿童 他就开始去拜托很多的大人 就说麻烦你们投票 这样子 那所以呢 有很多人就讲说 看到那小朋友在拉票 都感动到都快要哭了 这样 当时报纸其实有一些 吹票的行为 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有些报导提到 现在等截至哪一天为止 他的前20名是哪一些 那如果你的家乡是在20名以外的 那就要加油哦 媒体每日放送 加上各地强力动员的结果 才一个月的时间 就收到将近三亿六千万张 民信片 堆积如山的选票 报社仓库根本放不下 还得向附近的小学 借体操场放置 三亿五千九百多万票 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 因为日本他们也有做 这个日本新八景嘛 可是他们才九千七百多万票而已 所以相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将近多了快要两亿票 好那时候的台湾人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三百六十万 所以每个人投了一百票 所以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说 八景的台湾八景的选拔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地方政府在竞争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在抢观光客 用这么激烈的手段 这个应该是为了面子 然而虽然是民众票选 比重却只有占三成 剩下的七成 其实掌握在22名官派的审查委员手中 1927年8月 众所瞩目的台湾八景名单揭晓 揭晓同时 审查委员先选出两个别格 分别是台湾神社和新高山 清代的治理的地区 其实都是比较是偏 这个滨海的这个地区 平原的地区 所以山业基本上 在清代的时候是不会去碰触的 但是日本来的时候它就不一样 所以它在1896年的时候 它就开始上了新高山 就是上到我们俗称的这个玉山 所以上去之后呢 他们发现测量的结果 它居然比富士山还来的高 所以呢 明治天皇就把它命名为叫做新高山 列为别格 别格就是说 它是超越于这个台湾八景 至于台湾八景的名单为 八仙山 鹅鸾鼻 太鲁阁霞 淡水 寿山 阿里山 基隆旭缸 日月潭 另外还有台湾十二圣 他们是八卦山 脚板山 大里茧 固舍 五指山 湿头山 草山北投 太平山 大溪 虎头皮 齐山 新店碧坛 结果一公布 不仅主办单位 台湾日日新报 大篇幅报导 许多观光手册 也针对景点详佳介绍 而脑筋动得快的商人 更推出了周边商品 像是我们看到八景十二圣的先辈 就是煎饼 或者是说旅行社开始推出 八景十二圣里面的 比如说三景五景的体验行程 或者是八景十二圣出现的宣传歌 希望能够帮助八景十二圣 做一些观光上的行销 所以这里从投票行为 到最后的这个整个观光的旅行市场的行程 其实都可以看到八景十二圣 作为一个宣传的活动 它的成功 活动结束后 全台还掀起了一股自然观光的风潮 尤其在台湾能够登上比日本富士山还要高的新高山 成了许多民众跃跃欲试设定的目标 在日治时期要能够登新高山 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一般来讲通常都要六七天 然后这边呢就有写了一个 大日本帝国新高山的一个海拔 是三里五里 如果登上新高山的话 它会有一些的仪式 譬如说它要对着这个神社膜拜 然后很多人呢就会站到这个三角柱里面呢 开始有一些的照片的动作 然后接着他们要往东边的方向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的旗子就是一个太阳旗嘛 所以它会向着东边 然后呢会大喊万岁万岁 1935年正是日本殖民台湾40周年 10月10号台北市工会堂前 响起了熔熔炮声 时政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正式揭幕 它既是政治权利的展示 也具有观光节庆的意涵 既然叫做史政40周年纪念 那它的主折就是要回顾 统治台湾40年的总统变化跟成果 那所以这个总统府自己就有几个管设 这个包括像近代新公园的那个台湾博物馆 当时就被设立成叫做教育文化馆 那另外呢在今天中华路这个地方 包括像矿山馆 然后铁道馆 这个清夜馆 围棋50天的展旗 全台湾总共吸引了310万人次的游客 而光是台北市就涌进了270万人次 参观者95%是台湾本地的民众 其余来自日本朝鲜和满洲 史政40周年的会场不是只有在台北 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莲 每个地方都有都有管 那所以总加起来有310万人次 全台湾只有600万人 有310万人次 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数字 它需要有很大的动力能量 这动力能量必须是有非常快速而好的 这个交通的运输网络 然后还包括就是说你可以居住 它背后代表就是算是一个蛮成熟的 这个旅游基础建设的成果 人潮带动商机 像是旅馆业 在1935年就成长到300多家 达到历史新高 而当时最豪华的旅馆 就是铁道部自己经营的台湾铁道旅馆 台湾铁道旅馆在现在台北出站前面的新高站的位置 当时是号称全台湾在日治时期最豪华的旅馆 它里面不仅是 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旅馆而已 它还包含了一个宴会厅的空间 或者是当时吃这个洋食 台湾人体会 体验一下西式饮食的一个空间 1940年前后 受二战战火波及 岛内的观光活动 跟着平摆 1938年以后 它就渐渐关这些汽油 土壤 所以一些火车就转 没必要火车就没开了 1945年代开始 你如果要出力 就没给你出力了 你就对他说出力出差 还是说有什么要件的事情 你要先申请一个证明 要提出证明去火车站 它有办法买到车票 1945年二战结束 国民党接收台湾实施戒严 原本可以自由进出的山院和海水浴场 都成了禁地 山基本上它是一个军事的重地 其实海也是一样 有非常多的一些军事重症 也会设在这个海洋的附近 所以一旦人进入到这个区域里面 它都会有一些的管制 当时的那个戒严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只要是摄影 绘图 都会违反相关的一些规则 1956年开始 台湾省政府以有限的经费 整件日治时期沿袭下来的自然景观 核定了20处风景区 包括阳明山 乌来 野柳 石门水库 日月潭 八卦山等地 那时候的推动都是靠省政府 省政府成立一些委员会的 譬如说台湾省观光事业委员会 或者什么小组在那里 有气无力地推动 政府也觉得说观光也是应该要推动 可是在整个国家计算里面的 大原品里面 它占的分量很少 大部分都是照金马前线军事建设 国防警会起来 即便当时台湾路况不佳 然而1950年代 就有人做起了环岛旅游的生意 报名参加的人多是有钱的老人家 高雄和困点要去旧台湾路 台湾和湾人都旧台湾路 所有公路也去旧台湾路 所以高通常不变 通常车较慢 还有我有顶部 两行人而已 不是现在是两行人而已 还有顶部 所以团40个月 40个月 40个月就去七天七天翻到 所以台湾都无人坐 只要我去睡 五六零年代的台湾国民旅游 各地寺庙是一定要走的景点 而且早出晚归的行程 最受到客人欢迎 北港已经去 其他游戏是去那里 去那里 我们拜到那里 去那里 去那里是历史为主 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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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里吃料理 去那里 五点起床 六点吃财金 吃八六点 六点五十五 晚上七八点才进来 早上车门 车门进来 就会很爽 开心目的 对吗 无浪费对吗 1960年代 台湾以工业取代农业 经济飞速的成长 这时台铁推出观光号 全力推展铁道旅行的业务 观光号火车 整节舒适 深得中外旅客的称赞 观光号是台铁 第一个装有冷气的车种 在当时是最高级的列车 印象最深的 大概就搭那个观光号 然后就会有 那个在月台上叫卖 各式各样吃的东西 那车上还会有那个倒茶的 那个真的是神乎奇迹 火车怎么晃动 它都可以那个茶杯打开 有茶叶在里面 这样子倒茶 每次看那个表演 都觉得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大概是整个小时候 对于搭火车最深刻的一种记忆 1965年 美国全面介入越战 台湾成了美军的度假胜地 超过20万的美国大兵 在台消费观光 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 1960年代 台湾的国民旅游还没有发展成熟 国家又在戒严阶段 很大一部分的观光收入 是靠入境的观光客 当时除了有超过20万名 来台度假的越战美军之外 还有才刚刚开放海外观光的日本客人 然而外国观光客来台旅游消费 固然帮台湾赚进了外汇 但是当时这两类观光客 对秦瑟的需求也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 1965年 美国全面介入越南 为了围绕这些在战场上的美国大兵 除了给予每年30天的休假外 还有额外5天 可以前往亚洲其他城市度假 自由地区的只有日本 韩国 它本身韩国没有人 它就日本 台湾 香港 日本物件又贵 然后香港 澳门 它的中华文化 它地方小 中华文化的代表一样 跟台湾一样 农土限量化 所以他们就选择台湾那里 1965年到1972年 50万的越战美军中 估计有超过21万人次 来到台湾度假 消费金额高达5280万美元 当时台北 基隆 台中 高雄等城市 都是他们喜欢去的地方 像是高雄七弦路上 短短几百公尺 就有超过70家酒吧 那一天有一些军丸 还是说美军那些军钢 第七舰队那些 他们一百到基隆钢 停下来后 我每天就下车就开始穿 就去那七弦路 七弦路那些 那有几年车的打扶 那些都可以公用力 那些也几年车试试 那些没用力试试 面对血腥杀戮的沉重压力 一放假就想彻底放松 1967年12月 美国时代杂志 刊出了一名美国大兵 和两名台湾女性 共遇的享乐照 就是在越战时期呢 就有Time的杂志呢 会来报导说 香港怎么玩 韩国怎么玩 台湾怎么玩 泰国怎么玩 那台湾的那个玩法呢 就是因为海军下市 那刚好就是用着 裸女在北投泡温泉 上面就写说呢 只要离台北市 20分钟的车程 就可以让Alan下市呢 享受到像天堂一样的境遇 到了战争末期 美方取消了军人来台度假的政策 美国人不来了 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人 1964年 日本开放海外观光 到了70年代 经济快速成长 日本民众出国 喜欢来到台湾 尤其这里过去是 他们的殖民地 语言和文化部分相通 日本人开放后开始来 第一团来的时候 我去接他 这上山基地我去接他 去接他不是像 现在方应该都来 这么多久 其实我拿公司的马骨 这么大用的蜜蜜 用的火 去剪蜜蜜 拿去火纸上 一个这个给它剪 45个这个给它剪 剪好后整团就带来 所以海军面就带来 其实这么欢迎人 台湾的阿里山和日月潭 是日本人 由台湾必到的景点 不过回日本之前 还有一个地方 一定得去 去之前要是公共结果 要没有关系 所以在北斗的时候 如果来 去之前来都是 大伯人渐得多 谁都比较少 所以我来40个 我来准备40个 15个 40个 我就要去北斗 去算 国十五间的都来 划算 算40个 好 去晚 都去晚 他们的40个 来 来 演会时 40个 每个旁边都 都在10个 都在北斗 在北斗 北斗就 我都在北斗 对了 第二天 就会高兴 到北斗 但是日本来台观光客 人数一度下滑 业者询问后发现 原来是行程表出了问题 所有的我们的 设计里面有些 印 北斗的 宴会 有米露的北斗 我们设计里面都这样 烦恼的 晚上 这些都印在担 日本的家宿看到 这就开招了嘛 这什么困境 所以日本人都 真的不敢来 家庭 回去都会完结了 所以先不敢来 不敢来 我们接着 三个困境说 说 说你们 议员 设计里面不要太白斗 白斗 一定要带你 不要太白斗 这样 1979年 北斗沸昌后 日本观光客 开始转移阵地 台北市中山北路 林森北路 巷弄间的 调通区 按摩院 酒店 等特种行业林立 一到了晚上 就是生意上门的时候 那这本商务客 都是男生初级 那男生初级 就会需要有人招待 台北市的中山北路 我从三条通 到九条通 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的 大概长安东路 到南京东路 长春路这附近 这到现在 都还潜藏着 非常多 以外国观光客 为主的 一个消费形态 至于台湾民众呢 1970年代前后 国内出现了森林游乐区 像是墾丁西头森林游乐区 1970到80年代 又陆续新建了主题乐园 包括大同水上乐园 六福村野生动物园 雅各花园 小人国等等 民众玩的地点 选择变多了 我们讲了60年的时候 那在板桥 有一个大同水上乐园 那这个就启动了 我们台湾 一种主题乐园的开始 大同水上乐园 比较让人家喜欢的 360度的云小飞车 那这样一个进度 是过去没有 因为我们过去的旅游 大概就是在家里附近 走走小山 平安那里 压留 压留这边压留有海豚表演 英国没有了 有在压留 每天人买摆 都游染这 两台三台对我那样做法 一个五百户海豚表演 让我们看到成立在 天上头都过去 走很快的公路 跟这也是很大的卖店 1970年代后期 中山高速公路通车 国内游览车数量也增多 加上经济成长 有能力购买自用车的人 越来越多 民众出游的自主性更高 只是时代再怎么变 有一种旅游形态 人历久不衰 那就是静香团 游览车是在台湾 是1970年代才开始 红起来的 60年代末 为什么是要接待日本客人 淡季的时候 大家就必须要去抢生意 所以慢慢的 我们发现 每一个地方 就开始有一些人 他们只要时间一到 那就有人在约 你要不要去什么地方玩 然后顺便去拜拜 所以台湾的观光的旺季 就是游览车旺旺的时候 就是从农历年之后 一直到马祖生命 那这大概三四个月的期间 1979年 政府开放国人出国观光 到世界各地游玩 1987年 台湾解除戒严 也开放民众 顾中国探亲 这时期是战后观光业 最鼎盛的阶段 旅行社从三百多家 成长到一千多家 然而 另一方面 国内的旅游安全问题 也开始不现 1990年日月潭 发生船难 震惊社会 这件不幸事件截至傍晚 警方搜救指挥中心 发布的死亡名单 包括张建峰 罗紫娇 79人 8月25日 我刚刚就是在 当旅游指示 我那个船难的当下 我几乎天天 不是去办公室上班 几乎就是 往那个职业团去砍 今天捞到几个 57条 船老板就是 没有遵守规定 他明明现在是 结果他多卖了一倍票 这个新闻一发布 世界各国都以为台湾真的是伟邦 就不行了 我们整个观光市 那个收入 就一下子就下垂了 57条人命重创台湾观光产业 但危机也是转机 之后政府开始要求业界实施旅游契约和投保制度 到了2001年政府实施周休二日 一个星期工作五天放假两天 这项政策让民众休闲的时间变多 旅游次数增加品味也跟着改变 之前国人在国内旅游一年大概只有7000万人次 2002年就马上凸显上来 他已经一年在国人在国内旅游 将近是1.22亿人次 过去一次的旅游 他是一天最好八个景点 从早上上车下车下车上车 不断去很多地方 他感觉很丰富 到2001年我发觉到2002年左右就完全直变了 因为很多的这个企业他们要求 一天不能超过两到三个景点 因为两到三个景点 他觉得太多 他根本不是在休闲度假 他在赶入 所以那就代表什么 生活的态度跟生活的品味已经改变了 2008年政府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 而且每年稳定成长100万人次左右 中国客飙升为入境观光客的第一位 占四成比例 至于日本客则退居到第二位 其实他们难得来台湾 所以就会暴力说 环岛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在他的教科书里 就有谈到阿里山日月潭 所以这两个就比较务必可能会排进去 所以我们在讲一个笑话来说 阿里山 我们的一个阿里山高三青的阿里山的姑娘 美如水 那我们在讲 怎么那么老了 我们就常常在讲已经长大了 我们一直在追求说多少人来 人来就是钱来 是不是正确 这种政策 但是所谓是不是正确 就是担心说品质 量跟质 这个要怎么去兼顾 2016年政党轮替 中国观光客一下子就减少了17% 中国客不来 政府改向东南亚地区民众招手 这几年 每年有超过200万的东南亚观光客 来到台湾 2018年来台观光客大约有1,100万人次 前五名分别是中国、日本、香港、澳门、韩国和美国 而且自由行的旅客在这几年已经超过团客 是百分之三十跟团走 百分之七十自由行 那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差 其实就代表说消费者对这个 这个他去玩的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是非常安心的 第一个是安心 人民的这个友善 再过来的环境有趣 那内容精彩 那用美食吸引 这种自由行的客人他还有更棒的 他玩的层面是更生活的 简单的讲 这个计程车司机都有感受得到 那么便利商店都会看到外国人 那我们在电影院也看到隔壁做的不是本国人 所以也就是说 他不再是一个跟团走一个团体游 他是完全固定行程 而自由行他又呈现一个更深化 更多元更亮丽的玩法 台湾这座坠尔小岛自日治时期开始 发展观光活动和产业 至今已经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 如何屹立不遥又能推成初心 台湾的魅力人 在这颗地球上面 要找一个小岛 三万六千个岛 这么小的一个岛 它除了天然资源非常丰盛 虽然岛很小 可是它岛小又小到一个很可爱的是 你竟然能够很快的到海边 你也很快的到山上 你也很快的到一个平原 你也很快的到一个城市体验 台湾不需要靠大山大树 台湾赢在金字 台湾赢在这些小品 台湾赢在这些人文 观光旅游 观光旅游对大多数的台湾人来说 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集台湾演绎 着重岛内观光的介绍 世上国际通航发达的年代 出国旅游是更加普遍 而这也反映的是当代国民的经济能力 生活形态以及交通的便利 和对休闲的重视了 我是胡婉玲 这集台湾演绎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